5号美国众议院记名表决 以415票在全 零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 通过校正后的参议院版 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 又称为台北法案 这项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 以实际行动协助台湾巩固邦交 及参与国际组织 法案也呼吁美方 因寻求机会进一步增强 与台湾的经贸关系 去年5月10月 共和党籍参议员贾德纳 及共和党籍众议员邦希恒 相继提出参众院版的台北法案 参院版本已经在去年10月29号 在参院通过 由于众院通过的参院版本 被稍微修改 因此仍需两院达成版本一致 才能送交美国总统川普签署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也在推特发声明庆祝 几十年来 美国国会在两党两院制的接触上 一直都自豪地与台湾站在一起 台湾是该地区的重要盟友 也是重要的民主伙伴 今天国会藉由通过台北法案 再次重申我们强力支持 一个自由开放和民主的台湾 新唐人亚台电视张祈林 综合报道 company 都在 knows 阿 Yahoo 都在 mete